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学生跟我说 以前他们有一些心里很健康的问题 开始联系瑜伽以后 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 他们告诉我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瑜伽 真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都应该有机会学习这些改变人生的智慧 我说对 我完全同意 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的准利 我们生来探索人类的最高的潜能 可是很少人做得到 因为没有对的工具 我们被业力的循环滚住了 可是自己绝没有发现 我们从小学习 国文 数学 各种学科 可是我们从来没学过怎么呼吸 怎么面对我们的情绪 你想过这些事情吗? 呼吸对我们的生活是必须的 我们每天大概呼吸两万次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没有呼吸的阻止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开始联系瑜伽 我的鼻子大部分时间都塞足了 我觉得很阻塞 而且让我很焦虑 当时我受过伤 还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透过正确的瑜伽联系 这些问题都一个一个的消失了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体验 我体验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有一个平静的心 我从来不知道可以体验到这样的感觉 二十五年后 我感受到现在的身体 比当时更健康了 甚至更年轻了 好像是你不需要花二十五年 透过正确的引导 你就可以更有效率地得到你的目标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技巧 和古老的瑜伽联系方式 我从事瑜伽教学 已经有十七年的时间了 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的学生 像是台湾、西班牙、法国、德国 奥地利、南美洲等等 这不是一个瑜伽课程 而是一个瑜伽路程 一般的课程上完以后 你可能就关机了 这是一个路程 因为它会变成你的习惯 它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这个路程包括了瑜伽的体位法 呼吸很放松的联系 还有瑜伽的智慧 你会非常享受 这个路程会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还有一些重复观看的影片 可以帮助你了解瑜伽的核心概念 期待很快可以见到你们 现在就预约你的瑜伽路程吧 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吗? 请点击下面的连接 Namas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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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